今天的经文记载雅各书五章七到十二节 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可以翻到雅各书去 或者是看看屏幕 求主打开我们眼睛听祂的五话 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 即到主来 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理宝贵的出产 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你们亚当忍耐 兼顾你们的心 因为主来的玉子尽了 弟兄们 你们不要彼此埋怨 免得受审判 看啊 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 弟兄们 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忠先知 当作能受苦 能忍耐的榜样 那先前忍耐的人 我们称他我们是有福的 你们听见过月博的忍耐 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 明显 主是满心怜悯 大有慈悲 我的弟兄们 最要紧的事 不可启示 不可指着天启示 也不可指着地启示 无论何事都不可启 你们说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我们今天有保罗牧师为我们赠道 题目是得胜的信心 谢谢 新年快乐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多有钱 多有 都有环境 都有力量 每一个人都会碰到一些 很难过的经验 会经过一些 很难受的经验 那这些经验呢 有的时候我们发觉会改变我们了 而且不是改变我们 有的时候改变我们周围的人怎么样看我们 等于是我们的被定义的地方 的样子都被改变了 知道吗 我在公司 在Air Canada那边 我们是大公司嘛 所以我常常看到这种样子 因为你在大公司里面的 我知道 你们有没有人在一个大公司做过事 我不知道 但是在大公司里面 你常常跟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问来问去 你的名字是什么 你是谁 你是谁 然后呢 你可能是一两个页 你才 再看到他一次 但是因为你有介绍过 你有点不好意思 再问他什么名字 所以我们常常 我们在一起的十几年 我们都不清楚对方的名字 有时是这样子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 要讲那个人的时候 我们不是用他们的名字 我们是用他的定义 他们的定义点 比如说 那个是那个Mary 她刚刚离婚的 或是那个 你知道吗 那个男的高高鸽子 然后她刚刚去年 有破产的 那个男的 你知道吗 或是你知道那个 那个谁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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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女的 她里面有做 那个银行的工作 这样子的 我们都 都用这种方法来对对方 其实我有这个 我自己的有一个 很好笑的一个经验了 我还听到 在电话上 听到人家 给我的定义点 是什么 知道吗 因为我 有一次我上班了 我有一个问题 对一个人的票 所以我就打电话 给我们的 开票部门了 然后问他们 然后他隔壁 他有另外一个厂师 在他隔壁 一定问了 在电话上 那个人是谁 他也不知道 我是谁 但是他知道 他听到我的声音 就知道 他跟他说 这是我很久 很久以前 他说 那个是那个 那个谁 那个英国人 他会讲过语 你知道吗 然后说 那个还不错 还可以 没有 没有讲我什么坏话的 但是很好笑 那个是我 信了之前的定义点 受到的定义点 但是我信了以后 这是过了 差不多20年 我刚才看到的25年了 已经超过了 但是我过了一段 蛮长的时间以后 我有一模一样的经验 有一个什么支票 不是支票 那个飞机票 要问了 所以我又问了 那个部门了 又是另外一个从事 又是一样的事情 隔壁的人就问 那个是谁 问了这个问题 他说 那个是 那个英国人 你知道吗 他是牧师 他早时都是看圣经的 早时都是传福音的 你知道吗 我知道 那我听这个 我就很开心 我真的是很开心 因为他们知道 我是基督主 而且这个名语 也不是不好的 所以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 别人怎么看我们 特别是因为 我们是基督主 那雅各 这一段 今天的这一段经文 它就是这个意思 它已经划了 从四章 十一节 一直到 五章 六节了 一直分析 别人在社会里面 而且都是 分析了不好的人 他们的定义是不好的 比如说 光说不怜的人 比如说 骄傲的人 比如说 利用穷人的人 比如说那些有钱的人 是偏钱的人 这种人 那问题是 我们怎么样活在 这种人当中 特别是我们基督主 怎么样活在他们的当中 因为 雅各的意思就是说 这种人 就是专门欺负我们基督主 那你知道 我们现在在加拿大 没有感受 这样子那么激烈的一个 一个感觉 好像因为我是基督主 我被被被被逼迫的 没有 还没有 但是你不要看了 在世界上 好多好多的国家 专门逼迫基督主 看看 那些中东来的 那些会交族 他们很大方的可以说 他们是会交族 在我们国家 但是我们去 他们那边的时候 我们是基督主 就很危险了 非常非常的危险 所以 雅各的意思就是说 你既然 是在这种环境之下 是被逼迫的 是被那些 光说不脸的人 欺负的 是被那些 有钱的人欺负 是被那些 骄傲的人 逼迫的 那你应该 再怎么办呢 所以我觉得 今天这一段经文 是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因为 对 我们是没有被逼迫的 但是我们要清取 明白我们的定义在哪里 特别是因为 我们是基督主 好 我们看 我们好好看这个经文之前 我们先 低手祷告一下 神尔德福 谢谢你的带领 谢谢你 让我们又 可以在你的话里面 有教导 谢谢你安排 这个雅各书 给我们一些 教导 在很 世纪的 生活中 因为这个雅各书 是在圣经里面 大概是最世纪的 一个 一本书 我们真的是 很感激 这种教导 因为我们需要 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知道 怎么样 往前走 怎么样 做人 怎么样 做基督主 在这种 非基督主的世界 怎么样 做一个 一个 三帝的儿女之下 在一个 罪人的世界里面 但是 求是你带领 求是你改变我们 求是你 给我们智慧 勇气往前走 这是封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吧 那 事实上 你看看第七节 第七节 马上 重点就在那边 怎么样活呢 怎么样活在这种 罪人之下 罪人世界之下 怎么样活在 要 要 要 逼迫我们的人 当中呢 叫我们要 忍耐 要叫我们 要耐心 他 要给我们 三个 立场 来 让我们了解 这个忍耐的 样子 应该是怎么样了 第七节呢 他就 提醒我们那些 闲事啊 在九月里面呢 哪一个闲事啊 没有死啊 没有被那个 有才人杀掉了 因为他们 诚实地讲 三帝要他们讲的话了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考试 问题啊 可以问哪一个 哪一个没有 其实在圣经里面 好像唯一的没有是 越南 越南 那越南是很特别的 因为他自己想死了 但是他没有死 他是唯一的闲置是想死 但是没有死 所以这是很好笑 然后第二个呢 在第四节呢 他用约伯 当一个 很刺激的 激励给我们了 这是在第四节 约伯是在 第一节 现在是在 第四节了 然后第七节呢 就是那个 那个farmer 那第一个例子呢 就是很特别的 因为这种做farmer的人 他们 其实在乡下 我在乡下的人 在我们的 那个 传宠的说法 乡下的人 比较容易信耶稣 这是很特别的 一个情况 在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我不知道其他的欧洲 是不是一样 但是我都知道了 想下的人 比 主在城市里面的人 比较会信耶稣 为什么呢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因为他们比较靠近 那个世界的 自然的 那个世界里面的 他们都可以看到 生命出来是怎么样了 他们可以看到 没有神的话 鱼不来 怎么样了 太阳不够怎么样了 地不健康怎么样了 动物不健康怎么样了 所以他们都很接近 这些事实 但是呢 问题是 因为我们 我们的教导不对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们事情不顺的时候 不理的时候 事情没有成功的时候 很多基督徒 说是基督徒 他们很容易 失去他们的心情 所以事实上 阅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你记不记得在 阅博记里面的 那个撒旦 怎么样跟上帝说话呢 他的说法就是说 跟上帝说 你那么样的 祝福这个人 他做乙人是很容易的 他那么有钱 那么丰富的 那么被祝福的 那么多孩子 每一个都是健康 他的做什么 碰到什么 都是赚钱的 所以当然才爱你啊 不是吗 你记不记得 这个阅博记里面的 撒旦的话了 所以 他的重点就是说 你 你顺利的时候 做乙人 是很容易的 所以 事实上 这个 我不是完全反对 这个撒旦 这个说法了 所以 我碰过很多 不少的基督族 是有钱的基督族 他们开始 失去他们的钱的时候 他们的钱财 或是他们的 有利的地方的时候 他们的好的房子 他们的好的车子 他们的收入 他们的工作了 他们失去这些的时候 一个一个就失去 他们的信心 看了太多次 太多次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相信 错误的福音 我们现在的世界 特别是基督族的教会里面的 大部分的教会 是教导 教导是错误的 意思跟你说 你好好的祷告 你好好的有信心 上帝一定会祝福你 你缺乏的地方 上帝一定会公益给你了 你就是要有信心 我们要有信心是真的 但是上帝不是给我们 操作的一个上帝 他不是像一个ATM的行 你按一个号码 你记对的号码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钱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上帝不是可以操作的 我们的上帝是要敬拜的 是要尊重的 所以很多人 因为是教导不对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怎么办 又失去他们的权力的时候 失去他们的财务的时候 他们的财产都没有的时候 就好像不知道怎么办 我以前在一个教会里面的 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一个人 出来呢 因为我不是对他很熟 我不知道他发生什么 他就快破产了 从他一发生这个事情 他就不再来教会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我叉叉两个 我们都叉叉问 摸摸那个人在哪里 没有看到他 都没有人知道 后来牧师去去问他了 就发觉他失去信心 所以那一次我们的牧师跟我们讲一个道 说你的信心有那么弱吗 你的信心是被嘱咐的时候 你才敬拜神 这种信心是错的 这些信心是空的信心 这个信心是得罪神的信心 真正的信心 真正的敬拜神的方法是 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穷人 不管你是成功还是失败 不管你是健康还是不健康 你都可以敬拜神 你都可以用感恩的心 你都可以做一个好邦恙在你的社会里面 这个才是对的信心 其实你有没有发觉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很喜欢看历史 我是很爱看历史 有时候真的很烦我 因为我听到一个在历史里面 有什么觉得很有兴趣的 我都会跟他说 在那边 像睡觉一样 一点兴趣都没有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 我们看 很好的看历史的时候 真的是觉得可以学到很多了 比如说我们基督教的一个特色点 看得很清楚 看到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 基督主被逼迫的时候 被变成违法的时候 就扩大得很快 发达得很快 但是顺利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这个基督教是对的 就变成大部分的基督主 不是假的基督主 不是真正的基督主 是礼拜天的基督主 你知道吗 早期的教会 前三百年了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 前三百年的基督主 基督教扩大得很快 非常非常非常快 那第三百年发生什么呢 就是罗马的那个国王 那个叫什么 我突然都忘了 那个人就突然自己变成基督主 所以因为他是罗马帝国的王 他就规定说 基督教先从现在开始 是我们的帝国里面的 正式的卫义的宗教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每一个人就变成基督主 因为你不是基督主的话 你就没有机会 有好的工作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基督教就变成空 都是以利为主 但是呢 有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说在国内 你知道吗 那个一九六几年的 就是那个文化 那个叫什么 那个逼迫的 文化逼迫的那段时间 很有名的 那个时候 这个发生之前 很多基督主在那边的 传福音的 而且有开始的时候呢 被逼迫的时候呢 所有的基督主 那个外国的基督主 传福音的基督主 要离开了 他们那个时候就说 惨了 惨了 这个结束以后呢 我们要从头开始 所以过了差不多 差不多二十年以后呢 那些传道人就回到了 那个时候 很多很多大的教会 都有开会了 说我们要开始 由传福音到国内去了 因为一定是 没有基督主在那边 但是事实上 去的时候 发觉 哪个时候 他们去的时候 比以前 开始逼迫之前 还更多 所以我们基督教 就这样子的测试点了 被逼迫的时候会扩大 顺利的时候呢 也是扩大了 但是都是空了 都是假的 都是没有意义的 很多很奇怪的福音 都会传出去的 那最奇怪的 最不对的福音的 就是 你不犯罪 你有很大的信心 神会祝福你 错误到 到在我们英国的历史 在欧洲的历史里面的 那些穷人 每一个人都认为 我们是穷人 因为我们是罪人 那些皇家里面的 有钱的人 他们是被神祝福的 因为他们不是罪人的 错误到这个地步啊 所以历史里面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约伯记 这本书在圣经里面 有那么有意义的 因为约伯记就是这个意思 你想想看嘛 在约伯第一章 你可以看到 他创调说 他什么都有了 他有一大堆的动物 一大堆的牛 一大堆钱 一大堆孩子 一大堆的 都是很健康的 他就都有 互相很有爱 他有很多佣人 然后他要做什么了 都没有 都很顺利 他一定是很帅嘛 然后 有 他一定是很漂亮的 什么都是很好 但是呢 后来 上帝 迎戏 撒旦给他 撕探 他死了 都失去了 他 欺负一大半的 好的东西 都没有了 甚至于他的孩子 孩子有一大堆都死了 那你不要想 看这样子那么多 我看了很多基督徒 还没有 阅博那么惨 他们都已经 失去他们的信心 他的 阅博里面 他的最好的朋友 他有四个朋友 他们 他们是 你很清楚 很刺激的 很 看他们的 绘画的样子了 他们说 他们的说 他们对 阅博的说法 就是说 你要 你要 用一个 特别的方法 来 可以操作神 再来 祝福你 你要 第一个 你要认罪 第二个 你要做这个 第三个 你要做那个 然后上帝 就会 祝福你 他既然 他自己的 彩彩 都愿意 就失去 他的信心 你记不记得 彩彩跟他说什么 你就 揍住神 去死吧 还好 我的彩彩 从来没有 跟我建议说过了 还好 有这张彩彩 所以 你看 但是 阅博呢 他真的是 一人 他的事情 那么长的时候 他连自己的身体 他自己的健康 都失去 他自己的健康 然后他做什么呢 他就跟他的 猜猜说 闭嘴 笨蛋的女人 还不错 然后他还跟他的朋友们说 跟他猜猜说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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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上帝 感恩的时候 只有 只有我们 得到 我们 觉得我们该得的 的祝福吗 或是呢 我们 他说 这样子的想法是不对 我们都要 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要感恩 他的孩子 他还是说 要感恩 弟兄姐妹 你们可以做得到吗 很难 真的是很难 这就是为什么 做基督主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的 使命是 很难 所以 他懂 他不懂 为什么 他被这样子的 那么多 突然有那么多问题 但是他懂了一点 他要 英文字 他要establish his heart 他的心 要镇定一点 他要相信 三帝了 他要依靠 三帝了 他要认靠 三帝 所以 约伯 有那么 有意义的 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不是他的才能 不是他的力量 不是他的什么东西 来 来保持 他的 温定在三帝里面 是他的信心 然后他的信心 是正确的 神信心 这个就是 雅各 的 雅各 书里面的 重点 这样你觉得 你的信心 这样你觉得 你来教会 是来 会让你成功 会让你 发财 会让你 健康 那不好意思 你来 做我的教会的 这种教导 你听不到在这边了 我们是不可以 操作上帝的 我们来教会的 原因是什么 是来 敬拜 是来 学习 他的话 是来 学习 怎么样 让三帝 跟我们 存在的时候 会改变我们 来 活在 世界 罪人的世界里面 活得 比较有意义的 所以呢 我们要忍耐 我们要耐心 在第九节了 他还威胁我们 他还 还给我们 一个 一个 一个警告 说你不要 互相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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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的 但是不要 互相攻击的 然后 你有没有发觉过了 有一些人 他们脾气坏的时候 或是发生一些 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他一定要 周围的人 要跟着他 不高兴了 很多人是这样子的 你在机场的时候 你会特别看到 是这个样子的 有人来到机场的时候 因为他们 不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了 但是他们不高兴 他们就是要 碰到谁 就骂谁 碰到谁 就凶谁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 弟兄姐妹 我们在教会里面 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教会里面的 我们不要 互相攻击的 我们是要 互相帮忙的 看到 弟兄姐妹 有乱卧的时候 我们要 诚实的跟 互相说 哎呀 我发生这个事 我发生那个事 我今天心情很不好 那我们就一起祷告 一起鼓励 甚至有什么可以想到 有一个什么方法 可以让他 看了比较正确的方法 也给一点点教导 我们是这样子的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代号 就是这一点 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的翻译的 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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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的样子了 是跟别人不一样了 但是呢 亚哥也没有说 我们不可以 互相 讲一下 我们的难处 没有这样说了 所以我们是可以 我们是可以讨论 比如说我们 我们碰到什么问题啊 不管是财务 还是 还是健康啊 还是 还是什么样 我们都可以互相的讲 没有问题了 但是我不能 把我的 不舒服的 不高兴的地方 传染给你们 不可以这样子的 不可以这样子的 我还是要用 感恩的心 所以 所以 有的时候我们一起哭 也是 也是很好啊 你看看那个 路德记里面的 纳尔米 回到Bethlehem的时候呢 他带着那个 路德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怎么说 有人说 你回来 你回来 哪尤米回来 他说什么 你不要叫我哪尤米 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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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哭啊 等于是叫我哭嘛 因为我的生命 就很 很不好 没有 他的牙克的意思是 你不要 攻击对方 你不要 互相 攻击的 所以 我们真的是要忍耐 我们的 不只忍耐 我们的环境 我们还要忍耐 对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之间 要有这种 忍耐的地方 要有耐心的地方 要有这种 我们的土南说 你不要做那个 我忘了这个 中文怎么说 就是 do not swear 就是不要 不要发誓是不是 发誓 不要发誓 这个很怪啊 跟其他的地方 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这个 为什么他提醒我们 这样子 就是 我们有时候 碰到大难处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们会失去 我们的 我们的聪明 我们会失去 我们的智慧 开始做一些 我们不该做的事 开始答应人家 一些我们不该答应的事 耶稣自己在 马财福音 第五章就说了 很清楚啊 跟雅各苏的 一样的意思啊 他说你不要 乱用你的发誓的 他说 像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 很清楚啊 就是 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的财务 碰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 乱用我们的信用卡 或是 或是 因为我缺钱 就去一个银行 拿银行的钱 去布我这边的洞 那这个责任 就变成是银行的 不是我的 所以这个 我们不可以 我们不可以 把我们的 冒险的地方 转到别人去了 有一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啊 总言之呢 在十二节 就讲得很清楚 你说是的时候 就是是 你说不是的时候 就不是 不需要什么发誓 因为那个时候 很多人都说 在历史里面 那段时间 有一些人 说发誓 对天上的发誓 跟对那个山发誓 或是对那条河发誓 有不同的等级 这个不重要啊 你对什么发誓 都不重要啊 你不必发誓啊 你说是就是是 不是就是不是啊 我们的说法 应该是就够了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定义 是我们不会乱说话的 我们说是就是是 所以雅各对我们的 有事实上有两个很好的 advice 他提醒我们说 你在麻烦中的时候呢 你的生命很糟糕的时候呢 要忍耐 要耐心 第二个呢 你要小心的 不要让你自己 有那么多糟糕的地方 你做什么 你不要开始做 你做不完的事 你不会跟人家合作的 你没有办法做完的事啊 所以你说是就是是 你说不是就是不是 那第八节呢 这边呢 他教我们怎么样要耐心 因为讲的耐心是很容易啊 但是实际上做的有的时候是很难 所以他跟我们说怎么做了 你看看 英文是establish your hearts 你把你的心镇定嘛 是不是 我们怎么样establish我们的hearts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很镇定 在我们现在在的地方 我们不要怀疑我在错误的地方 怎么做呢 因为我们的学习 圣经的学习就是说 这个好像是你要有信心 但是信心不是 不是上帝给我们吗 是一个恩典给我们 我们的信心也是恩典给我们的吗 是没有错 但是这个有让我想到一个历程 我教过蛮多的孩子怎么样留病 我以前是会留病的 所以我发觉你教孩子怎么样留病的时候 他们每一个人一开始 第一次到柄上的时候 有一个特色点 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会这样子 他们看低 看他们的脚 看低 每一个都一样 你有机会看那个Grace跟那个Carson 你教他们留病的时候 你看看他们会不会 他们每一个都一样 那你有一个特色点 我们人 你看什么 你就会去哪里 你看前面 你就会走到前面 你看旁边 你就会走旁边 你看低 你就会跌到第三 所以你留病的时候 我都会跟那些孩子说 你不要看低 你就看前面 就算你跌倒了 没有关系 还是看前面 你就不要 你不要 那个低跟你没有关系的 你要看你要去的地方 所以 我跟他们说了这个话呢 我会先跟他们说 你们都知道 你今天一定会学好留病 是不是 他们说会啊 每一个都说不是太难 而且看到很多其他的孩子在那边留得很好 那问他们 你学了多久 就有一天 你今天就会留 没问题啊 一两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留 所以他们有信心啊 他们一开始还不会留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有信心说 这个老师会 这个师父会教我这么样留啊 所以我有信心啊 所以他们都有这种信心 但是他们怎么样 应用他们的信心就不一样了 有一些人应用这个信心来跌倒 有一些是应用他们的信心往前走 所以这个就是雅各的意思啊 我们怎么样应用我们的信心 是可以不一样的 是可以有错误的方法跟好的方法 所以你看看第七节到第八节了 那边给我们一个clue 他说他有说 我那个主要回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的不跌倒的方法 我们要仰望前面耶稣会再来的那个地点 那个时候 我们是我们的眼睛要看那个时候 不是现在的周围的问题 不是现在的麻烦 不是现在的教会的问题 或是我们的家庭的问题 还是公司的问题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盯在前面 有一天耶稣会回来 有的人在历史里面有分析过 他们问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早期的教会扩大得那么快 像一个奇迹一样 实际上是一个奇迹 但是有一个答案之一 实际上这个是有很多答案 你们跟我一起学那个 那个Bible study 我们就学过嘛 是不是 但是有一个答案之一 就是早期教会的人 以他们哪个时候的以为 就说耶稣很快就会回来 搞不好是今天 搞不好是明天 那我们现在的基督 好像失去这个信心 我们好像要回来 但是我要先安排我的催修经 我要先安排我的小孩子的学历 我要先安排这个 好像我们的看的地方是不一样了 那个我不反对这个事实 我相信 但是这个对我都已经那么多年 都已经两千多年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所以我们的追忍的信就变成 肯定不是今天 也肯定不是明天 搞不好也不是今天 是不是 所以我们失去我们该有的激励 在这个方向 事实上 我们的眼睛应该是仰望那边的 我们的盼望就在那个上面嘛 我们的盼望不是在我们的学历 还是我们的孩子的怎么样 还是我们的退休经还是怎么样 这不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盼望是有一天 耶稣要回来 解决所有的世界上的问题了 这个才是我们的盼望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 清掉我们的 父上的攻击 或是 或是有时候 讲 我们不该讲的话 或是 答应我们不该答应的事情 叫我们认为 明天 明天 搞不好 明天 你用我们的信心是有帮助的 我今天花了这个钱对吗 明天 耶稣会这么说 我今天答应这个人要这样做的话 耶稣明天会这么说 你用这个方法 你用这个方法来思想一下 会有帮助的 所以 罗马书都讲得很清楚 罗马书 二章 六节 都讲得很清楚 耶稣回来的时候 我们都要有一个答案 我们都要解释清楚 为什么我这样做 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做 为什么我决定这样子 为什么我说这个话 为什么我没有说这个话 什么都要解释 什么都要有一个答案 那什么都有后一战 什么都有后果 所以我们在世上 在世界上 在罪人的世界里面 没有什么后果 当时耶稣回来的时候 我们的后果真大 所以弟兄姐妹 好好的 要往前面 要往耶稣要回来的事实 搞不好 他等一下 今天就回来了 我们真的是很盼望 他真的是今天回来 我真的是盼望 他今天回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 但是他不是今天 可能是明天 可能是后天 每一天都这样想 是正确的想法 我们的盼望 就是在这边 不是在世界 弟兄姐妹 看前面 我们祷告一下 天上的福 我们真的是谢谢你 让我们了解 透过雅各的学习 来让我们知道 我们要看前面 也不是乱看什么地方 我们是看 耶稣回来的事实 我们的眼睛 仰望这个事实的时候 我们会对我们现在的状态 有帮助 我们比较不会乱来 我们比较会小心地讲话 我们会比较小心地做朋友 或是做生意 或是上班的样子 或是养孩子的样子 或是筹子钱 或是花钱 还是赚钱 不管是什么 我们都会小心一点 所以求着你 常常用圣灵 常常提醒我们 这样子的力量 让我们仰望 耶稣回来的事实 这是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谢谢 还有赤呢 好 乐 要 谢谢 ef